国家队的女足球员 我们赢这些不解渴 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别人都在进步 而我们进步有一点点缓慢 是不是心里头也有些痛心 我还记得这场比赛 王军指导在场边那个镜头 用一句歌词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这代表着王军指导的心情 代表着球员的心情 更代表着球迷的心情 很遗憾 中国女足已经无缘出现了 这场比赛的比分 估计也不会再出现太大的变化 越南队还有一次进攻 分到另一个边路 对方还有一个进攻 右脚 我门前留陈稳稳地抱住 裁判员还在给时间 主裁判吹响了本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最终中国女足6比1战胜了越南女足 结束了在本届 1月20亚青赛的 我们下请不吝点赞 assists